能源市场大幅动荡 美国6月非农薪资却增幅强劲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无论怎么看 全球市场投资 今年都是困难模式 偶发的地缘事件 商品价格持续抬升 发达国家央行超预期加息 海外股市扭气涣散 全球能源市场也处于动荡时期 在此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 访问沙特的消息 也引发了原油市场的高度关注 此外 在为期四天的中东之行中 拜登还将访问以色列和巴基斯坦 上周国际油价探底回升 全球经济衰退担忧 引发油价连续大跌 布伦特原油一度跌破 100美元每桶的关口 在EIA数据显示 成品油需求回暖后 布油强劲反弹 而拜登从孤立沙特 到访问沙特这一阵子让步 旨在令沙特及其他OPEC成员国 考虑进一步增产 从而缓解因制裁俄罗斯引发的能源危机 和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通胀 但市场观察人士质疑称 即使沙特保证增加原油供应 可能也无助于压低高物价 还会适得其反 沙特在拜登访问之前做出了一幅和解姿态 即引导OPEC家在本月和下个月加快增产 这是OPEC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初 实施的最后一次减产 拜登也已经表示 他希望海湾产油国能够增加供应 市场将焦点放在了拥有闲置产能的产油国身上 分析师们认为 即使拜登在本周访问沙特市获得增产的承诺 也可能无助于压低搅动全球经济的高油价 此外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发布的报告显示 6月非农就业增长小幅放缓 劳动参与率下降 但薪资大幅增长 凸显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强劲 削减了近期市场对经济衰退的一些担忧 令市场对美联储7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几率上升 美元指数短线狂拉 每股期货每债走低 受到非农数据的影响 周五下午亚特兰大联储 第二季度GDP指标的数值 由此前的1.9%下降为1.2% 虽然依旧在经济衰退的传统定义之中 按照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所表示的 美国的经济核心部分仍然非常强劲 至于经济衰退是一个真正要来临的事实 还只是一个狼来的传说 或许只有密切关注就业和通胀报告 及各项经济指标才能找到答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